来 我们站起来 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我们 这些本是应当承受你勇士咒诅的人 却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猛拣选 猛救赎 今天我们可以称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向你献上十分的感谢 愿主常常施恩帮助我们 一生继续羡慕你的话 但愿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能够借着你的话 认识你 深深地体会你自己在圣经当中应许的信实和可靠 因为你实在是那位全然信实可靠的主 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个聚会交托 聚会的开始一直到结束 都有主基督耶稣你的恩典在当中 愿你的宝座设立其中 但愿我们每一个圣徒已经来到你面前的 主啊 我们实在因着你的恩典 我们极客目逸 很期盼能够从你的话真的明白 真的认识 什么叫做守主日 主啊 我们知道这是你圣经的启示 这是你要应许给我们怎么样守主日的时候 要蒙恩蒙福的这样的一个管道 这样的一个教训 所以愿主 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柔和的心 在你面前 我们向你的话大大的张口 求你大大的充满我们 我们仰望你 懂后你 求你将这个聚会分别为圣 再次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 洗尽遮盖我们生命一切的误会和不义 以至主啊 我们凭着主基督耶稣 你自己设计的恩 救赎的功劳 在你自己至圣之高的宝座前 我们领受你真理的恩惠 今天晚上 求你借着圣灵的帮助 向我们的心说话 以至主 我们离开这个场所 我们真的把你的话听进去 把你重要的信息听进去 成为一个生命因着话语而改变的人 从此以后 我们按照你圣经的吩咐 继续学习怎么样守主日 求主垂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祈求 阿们 请坐 我们今天是谈论有关于 和谓守主日这个课题的第二次 我们在第一堂的信息里面 我们已经谈到 这个守主日是要放在 救赎历史的框架里面 来谈论有关于守主日的这个课题 守主日是守安息日的延伸的一个结果 守主日是从守安息日开始来谈论 守安息日它不是这个所谓犹太教 或者是它是这个安息日会 他们谈论的课题 因为守安息日本身是在圣经里面的教训 守安息日已经隐藏 在上帝他原初他创造天地的时候 创造天地 六的创造 第七天休息这样的一个七天的系统里面 已经隐藏在里面 特别是来到创世纪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那里就提到上帝在第七日的时候 他就卸了他手上 他创造之功 就安息了 所以我们曾经谈过 这个七日创造休息的里面的高峰 不是第六日 人的备照 这个创造休息 或者是叫做安息 这七日的高峰是在第七天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七天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上帝赐福 第七天是上帝赐福的日子 第二 第七天 上帝定为圣 所以第七天是上帝赐福的日子 第七天是上帝定为圣的日子 这两点 我盼望我们从一开始就要牢牢记住 这两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从第二章创世纪第三节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上帝赐福的日子 是第七天 之前没有谈过 然后上帝定为圣的日子 是第七天 之前上帝没有说 所以第七天是上帝分别为圣的日子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曾经谈过 这个上帝赐福的日子 上帝定为圣的日子 它其实就是一个敬拜的日子 我们怎样可以知道呢 我们曾经提过上帝赐福这个动词 它基本上在肌肉里面就是指向生命 无论它是动物 无论它是人 当上帝他提到他赐福的时候 他是赐福生命体 不是没有生命的这个死的物体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就要想 当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 这里提到上帝赐福 并且定为圣日的时候 到底他赐福谁呢 当然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很合理 来去做出一个推论 他所赐福的 一定是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 作为总代表 并且我们提到定为圣日 这个是分别为圣 这样的一个用语 在就位里面基本上都是指向 向上帝敬拜 都是与敬拜有关系 因此我们说 后来我们从摩西五经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 那边来看的时候 我们明显知道 这样的一种的推论 完全是合理的 这样的推论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在二十章第八节 出埃及记那里提到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这是上帝赐给以色列民 十条诫命里面的第几条呢 第几条诫命呢 守安息日是第几条诫命呢 是第四条 所以是人守安息日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我们后来又谈到 马可福音第二章第27节 也就是当耶稣基督 他与这些犹太人的领袖 来辩论有关于 怎么样才叫做违背 安息日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在二章 马可福音第27节 那里提到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当耶稣基督他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时候 他是回顾 就是上帝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所设立的这个安息日 这个安息日 从一开始就是为人预备的 这个为人预备的日子 它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日子要分别为圣 来敬拜上帝 并且这个敬拜是直到永远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敬拜直到永远的 安息日 它已经从一开始 就指向一个末世的安息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我们在上一堂 我们已经提过 从一开始 这个安息日 已经是有一个末世性的安息 它是一个末世性的安息日 As cartological in nature The sabbath 以前很多系统神学家 他们提到 就是谈到这个末世论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谈一个人 离开世界之后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比方说有这个拘见阶段 Intermediate stage 就是新天新地 还没有发生之前 人信主的人 或者不信主的人 离开世界之后 他们是去到阴间 或者交的拒见阶段 等等等等 除了谈到这个之外 末世论里面也谈 有关于耶稣基督 还没有来以前 到底这个世界 会发生什么事情 末世论当然也提到 当耶稣就来了以后 到底这个世界 有什么的改变等等 但是后期的系统神学家 他们已经不是这样来定义 有关于末世论 我还记得在Jagata 上卫士敏特神学院的 一个系统神学教授的课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讲解 他说末世论谈什么呢 末世论他用英文说 末世论不是谈the last things 就是最后发生的事 末世论他其实 他们有理由相信 他谈很多 他们有理由相信 末世论圣经里面谈 这个末世的时候 不是谈就是到最后发生的事情 那谈什么呢 他说谈ultimate consummation things 末世是谈上帝终极 要成全的事 上帝终极成全的事 所以从一开始 在创世纪就可以谈论 包括这个安息日 所以这个安息日 上帝要终极成全 要人从原初的人性的阶段 要把人带到最后的时候 他终极成全的 这个是终极的安息日 这个终极的安息日 就是人永远敬拜他 人上帝与人同在 直到永远 人与上帝同住 直到永远 这是完全非常和谐 美丽的一个图像 这个就是他的重点 所以如果我们 从安息的这个角度 来理解的时候 创世纪已经指向终极的安息 这是我们要这样子来看的 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 为什么是六日创造 一日休息 这个从原初已经定下的 创造预令 Creation Ordinance 上帝已经定了 人生活的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人不能违背的 就是这样的 六日工作 一日休息 你不可以七日都工作 人 上帝已经给人定下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模式 六日工作 一日休息 这个一日休息 不单只是给我们身体有休息 给我们这个精神有休息 这个休息要给我们 灵性有休息 灵性有更新 直接了当来说 这个日子分别出来 从一开始 就是要我们 好好地来去敬拜上帝 从原初就是这样 所以上帝不但是要人 就是效法他工作的模式 六日工作 所以上帝六日创造 上帝也要我们学校 他自己休息 所以上帝创造六日之后 他就卸了他的什么工作呢 创造职工 保存职工 还有其他的工作 上帝只继续 所以一天休息是很重要的 换句话说 我们在上一回我们提到 实在的是亚当 他从原初被造的那种人性的阶段 不是这个终极完全 我们谈过因为他的人性里面 是隐藏着犯罪的可能性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亚当的人性里面 也就隐藏死亡的可能性 所以亚当不是一个真正 终极完全的一个阶段 换句话说 上帝要把亚当从 Protological Stage 远处的阶段 他要把他带到那个叫做什么呢 Ultimate Consumation Stage 终极成全的阶段的时候 这个中间就是 亚当要顺服上帝 特别亚当与上帝立的 或者上帝与亚当立的 这个工作之约 这个工作之约 Covenant of Works 亚当要完全顺服 这个顺服的过程当中 我们提到 分别散热树 这个就是在这个约里面 启用一个很关键 就是亚当要顺服 他只吃在分别散热树果子之外的 其他的果树的果子 而不能吃 这个分别散热树的果子 因为他一吃的话 就必定死 当然我们了解 亚当他在守工作之约的过程当中 他失败了 到最后我们一定清楚知道 上帝差遣幕后的亚当 就是耶稣基督 他成全工作之约 今天我们要明白 这个工作之约是 幕后的亚当所成全的 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是透过基督 幕后的亚当 把我们带进永恒的安息的里面 所以我们又最后提到 希伯来书第三章 第七到第四章的是三节 那里提到 就是从这个安息日来论 人末世的目标 特别我们看 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九节 那里提到 所以另外有一个安息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这个是还没有进入的安息 这是另有一个安息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然后第四章的第十一节 那里就提到 所以我们务必 建立进入那安息 那是将来的安息 这个是成为我们的盼望 而这个盼望一定能够成全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位 幕后的亚当 他已经成全了工作之约 他成全了上帝救赎的计划 把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从目前这个阶段 他带到我们终极成全的阶段 就是末日的这个安息 我们感谢上帝 那今天我们继续要谈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谈什么呢 首先我们先谈一谈 出埃及记二十章 第八到第十一节 我请大家翻开 出埃及记二十章 八到第十一节 我盼望我们有上帝很大的恩典 可以好好地听 你好好注意这些圣经的经文 那你知道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能够明白过来 把整本圣经把它串联起来 你有一个观测始终的原则 来看这个安息日 所以我们已经从 创世纪第二章 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已经来到 出埃及记二十章 八到第十一节 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念 第八到第十一节 预备 一二念 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 是向耶和华 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仆辈 牲畜 并你城里 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 造天地海 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 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 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这是十条 证明里面的第四条 这个词明就是当什么呢 当孝敬父母 这两条词明是很独特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以不可开始的 它不是以禁令开始的 它是以当就是很正面的 当纪念安息日 当孝敬父母 所以 这个词明的独特性 就是它不是以不可开始 它不是以禁令开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独特性是什么呢 唯有这条词明 上帝叫人纪念 唯有这条词明是 上帝吩咐人要纪念的词明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只有这一条 所以这两个独特性 我们也需要知道的 下来我们大概稍微谈一谈 为什么要纪念安息日呢 纪念安息日的原因是什么 你从这段圣经当中 你可不可以给出一个 遵守安息日 人要遵守安息日的原因呢 遵守安息日的原因是什么 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可不可以看出 人遵守安息日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十一节 对不对 因为你注意那个 因为六日之内 四 in six days 因为六日之内 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一二念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照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这样你告诉我 就是遵守安息日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纪念上帝的创造 上帝说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照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出埃及记第20章8到11节的诫命里面 他提供我们一个纪念 安息日 所谓圣日的原因就是 我们要纪念上帝的创造 上帝他是创造主 上帝是从无到有的创造 Creatio ex nihilo 你们过去在这里 谈论有关于上帝创造的时候 我们都曾经提过这一句的拉丁文 Creatio ex nihilo 就是creation from nothing What a creation out of nothing Creation from nothingness Creation out of nothing 从无到有创造 这是上帝 给我们看见他的伟大 所以我们要纪念 他是创造主 所以以色列民 他们要纪念上帝是创造主 这是很清楚的 然后你认为 纪念安息日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有 有另外一个原因 出现在生命纪 第五章 第十二到第十五节 生命纪 我们知道是摩西 他重新一次颁布 给新一代的以色列民 我们知道旧一代的以色列民 就是二十岁以上的以色列民 他们都死在旷野 只有两个人存活 这两个人存活 就是说领袖 只有这两个领袖存活 那就是加勒 还有谁呢 纪念安息 另外呢 另外呢 就是二十岁以下的 他们可以进这个迦南地 应许之地 在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 摩西重新一次颁布上帝的诫命 这个叫做 Deuteronomy 生命纪 Deutro是第二次的意思 Nomy就是从Nomos 就是Law 律法 重新颁布 上帝的律法 于是你看生命纪第五章 十二到十五节 这里我们不念 但是你看见 生命纪第五章十二到十五节 它提供了守安息的第二个原因 是什么呢 前面是纪念上帝的创造 这里是纪念上帝的什么 这里是纪念上帝的救赎 我们从第几节看呢 十五节 一起来念 十五节 预备 一二念 将一同那一离出来 因此 与阿弥陀神 和录虎一守安息 所以 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特别来到第十五节 这里就交代了 守安息的第二个原因 不单是要纪念上帝的创造 也要纪念 上帝拯救以色列民 出埃及 如果你现在翻开圣经 你对比一下 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第十一节 跟这里 生命记第五章十二到十五节 你还可以注意到什么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先给你一个提示 这里交代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你对比一下 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第十一节 或者我给你更清楚来做对比的时候 你就看第十节 出埃及第二十章的第十节 跟生命记第五章的第十四节 你对比这两处 他在交代多一个细节 是什么 多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就是不被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这个更具体 换句话说 在生命记第五章十二到十五节里面 他不单是交代了 纪念 纪念 就是这个 所安息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纪念上帝的救赎 而且他还交代多一个事情 就是 我们不单是自己分别为圣 得到这个安息 我们也要叫谁得安息呢 叫我们的这些仆辈可以得到安息 如果我们快快跳到今天 来处理我们生活 你会怎么样看 我们 我们当然是知道 透过耶稣救赎 在新约里面 我们守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安息的时候 如果你是基督徒老板 如果你是一个food court的老板 你星期天的时候 你来崇拜会 你的food court要不要开 你想一下 你现在跟你旁边的人沟通一下 你问问他 你的food court要不要开 星期天food court生意很好 最好 你去讨论一下 要不要开 我想你 你已经知道答案 如果你真的是要根据圣经 你真的是根据圣经的话 星期天不开 现在很多 可能我不知道 在基隆坡我不知道 可能基隆坡每天都开 我不知道 但是在医保呢 很多的food court 他们是有一天休息 可能是星期一 当然也有一些是每天都开 他们是轮班制 不过现在我们如果明白 就是上帝原初 他分别这一天 要我们敬拜他 如果我们有主权 能够处理的话 比方说 你真的是一个 饮食中心的老板 基本上 如果我们要顺服 圣经的教训的话 星期天不开 早年我曾经听过 新加坡 斯嘉东 有没有听过 这栋大厦 斯嘉东 这个白货公司 他的老板 是虔诚的基督徒 星期天是生意最好的 但是斯嘉东 这个白货公司 他们星期天是不开门的 那是最远处的老板 但是后来他的孩子就没有了 还是开 又打个比方 如果你是这个construction 你construction line 你是在这个叫什么 construction是建筑业里面 你是老板的话 你下面的印尼工人 他们说 我们反正星期天是没事做 我们要开工 你开不开 我们不要 因为我们知道 星期天本来不是给我们工作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会谈论 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 不过我们稍微从这里延伸的时候 你就明白 在生命纪第五章 第十五 第十四节这里 提到不单是我们要遵守安息日 我们也要明白 我们的这些负责的 我们的儿女不被 牛驴牲畜 所有这些 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 都是要使他们同样得到安息 我们得到安息 他们也要得到安息 这是很清楚的 好 所以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也就是从出埃及记二十章 以及生命纪第五章 就给我们看到 遵守安息日的两个理由 两个理由是什么呢 纪念上帝的第二呢 好 我们就在这里打住 那紧接下来 我们要谈 安息日 是摩西律法之约的记号 现在我们就谈 这个摩西之约的记号 就是遵守安息日 经文在哪里呢 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 你从十二节看到十七节 你自己看啊 这个你自己看 我给你们读 第十六到第十七节 这个是新一本 所以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 他们世世代代 要遵行安息日的规律 作为永远的约 十七节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 中间永远的记号 就是立约的记号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创造了天地 但第七日就谢了 宫休息了 那换句话说 我们真的要清楚明白 摩西的律法之约的记号 就是守安息日 现在我问你 诺阿之约 上帝与诺阿立约的时候 他那个记号是什么 大家很清楚 亚伯罗汉呢 亚伯罗汉是哥里 所以你知道 上帝跟摩西立约的记号 就是守安息日 现在我问你 来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与上帝立约的记号是什么 是什么 有没有守约的记号 有没有立约的记号 是洗礼 还有什么 还有圣叉礼 现在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 是什么 守主日 这个是基督徒的安息日 我们后面会谈 这些是上帝 在基督耶稣里面 与我们立约的时候 我们要守住的记号 这样你可以明白了 虽然我们知道 到最后 所有旧约的这些约 包括摩西之约 等到耶稣 基督祂来的时候 祂已经来了 祂成全了所有这些旧约的约 请问摩西之约的记号 守安息日 有没有完全结束呢 有没有完全结束呢 你跟你旁边的人稍微再沟通一下 有没有完全结束呢 耶稣基督来了 成全了这个旧约的约之后 还需不需要守安息日呢 你跟你旁边的人稍微再沟通一下 还需不需要守安息日 这个守安息日 作为约的记号 跟歌礼 一样不一样呢 还需不需要守安息日呢 这个就看我们怎么样来去解读 你可以说答案是 yes and no no的意思 是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把这个安息日理解为旧约的安息日 我们说no 我们说yes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安息日 虽然它不是这个旧约的安息日 但是它已经转变成新约的安息日 怎么样转变呢 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从守第几天 守第第七天 一个星期的第七天 在新约里面就守什么呢 就守七天的第一天 就是礼拜天 换句话说 如果你看新一本的翻译的时候 在四卷福音书也好 或者是在使徒行传 或者是保罗的书信里面 新一本的翻译里面提到这个七天的头一天 它怎么翻的呢 它那边就翻礼拜日 礼拜天 你去回去好好看一下 它是直接翻礼拜天 没有礼拜日 好 我们紧接下来来谈一下 如果违背安息日 在旧约里面违背安息日的惩罚是什么呢 好 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 十四到十五节 我很希望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真的没有浪费时间 我们真的好好听圣经 那你真的把它一个一个听下去之后 你就有一个完全整个的那个图画 守安息日是怎么一回事 那违背安息日的惩罚是什么 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 十四到十五节 你自己看 《出埃及记》三十一章 十四到十五节 请回答 违背安息日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被判什么 被判死刑 换句话说 你知道这个守约的记号很重要 我们如果违背 当时以色列民 如果他们违背的时候 就是被判死刑 结果在《明书记》十五章 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就真的发生了一个个案 这个人在安息日做什么呢 他是去捡财 你说为什么上帝这么残忍 他出去捡财吗 结果这个人被带到摩西面前 摩西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上帝说这个人一定要被判死刑 到最后这个人是被 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 你自己看《明书记》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我们从《明书记》十五章三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这个独特的个案的这个惩罚里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几个重点 第一 以色列人如果违反安息日的时候 他就是亵渎了这神圣的日子 这是第一个重点 我重复 以色列人他违反安息日 就是等于亵渎 这神圣的日子 因为上帝已经说 你要守安息日 定为什么呢 神圣的日子 我盼盼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以一个敬畏严肃的态度去理解 真的不是开玩笑 今天很多人他违背安息日 他不是蒙上帝的赐福 他是继续活在上帝的咒诅之下 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 第二个重点 我们从《明书记》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违反上帝的这一个律法 将被判处死刑 所以第一个重点是 以色列人违反安息日 就是亵渎神圣的日子 就是亵渎这个神圣的日子 第二个重点就是 违反上帝的这个律法 将被判处死刑 换句话说 在这里上帝他提出一个犯罪必死的原则 就好像亚当从一起出的时候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罪的公价乃是死 这是很清楚的 第三个重点 你注意在执行死刑的时候 在什么地方你看圣经 你看十五章的三十五节 在执行死刑 就是要把这个人打死 用石头打死的时候 你看他们这个执行死刑 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在营外 因为在营内 他们是约明 约明是在营内 营内表示上帝赐福 上帝赐福在营内 营外呢 营外是上帝咒诅 营内上帝赐福 营外上帝咒诅 所以到最后 你如果明白 旧约这些经文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耶稣基督在哪里受死呢 旧约时代你知道 他们整个是会幕 然后他们围绕着这个会幕 来怎么呢 营十二个自派 所以这个会幕在中间 十二个自派 在四个方向 东南西北 营内就表示 那是蒙上帝赐福的这个范畴 营外就是蒙上帝咒诅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耶稣是死在城外 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 所以他不是在这个城内 是预表上帝的赐福 耶稣是死在城外 经文在哪里呢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 你看西伯来书十三章 第十二节 请你念 西伯来书十三章 第十二节 我请你念 十三章 西伯来书十二节 预备 预备 一 二 念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白信成圣 耶稣在城门外受圣 这里提到耶稣 要借着自己的血 叫白信成圣 这个是救赎用语 成圣就是救赎用语 就在哪里受苦呢 其实受苦就是受死 他就是在城门外受死 城门外受苦 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 承担上帝的咒诅 所以他是死在城外 表明他是代表我们 也代替我们的罪 承担上帝的咒诅 所以他是死在城外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上帝 我们暂时停到这里 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 五分钟就好了 不要太长的时间 那我们在下来这一堂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要谈 就进入 谈到有关于耶稣基督 他作为默默的亚当 他来过这个世界 他就是要成全 这个永恒的安息 他就是要成全上帝救赎的计划 那我先请大家 翻开一届的圣经 就是加太书第四章第四节 还有第五节 加太书第四章第四节 以及第五节 我请大家念 加太书第四章的第四节 和第五节 请大家大声地来宣读 四章第四节和第五节 预备 一 二 念 好 现在你跟你旁边的人 稍微沟通一下 什么叫做生在律法之下 什么叫做生在律法之下 到了时期成熟 时候满足的时候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 由女人所生 而且生在律法之下 生在律法之下 什么意思呢 如果有人问你说 生在律法之下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生在律法之下呢 耶稣基督他生下来的时候 他是生在哪里 耶稣基督他将生的时候 他是生在哪里 伯利恒 所以他整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耶稣就33年半的生活 他是怎么叫做生在律法之下呢 然后后面的句话说 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 好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生在律法之下 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当耶稣基督他生下来的时候 他是在什么的这个约的权 这个加固之下 什么约的这个权柄之下呢 是律法之约 摩西之约 等一下我们要用一经文来看 耶稣怎么看上帝的律法 今天我们谈到有关于 耶稣就怎么看安息日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他一生33年半 他是活在这个律法之约之下 摩西的律法之约之下 所以他的侍奉 到最后他的施加成全救赎 他的侍奉是在这个律法之约之下来去进行 所以圣经才说 他是生在律法之下 到最后他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 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律法之约的这个 这个当中 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的 我们是靠这位能够完完全全 遵守上帝律法的 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 他代替我们完全遵守上帝律法 到最后他也代表我们 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施加上来拯救我们 耶稣他是活在这个律法之约之下 来进行他的服事 因此现在你想一想 在四本福音书里面 无论是这个Synoptic Gospel 就是对观福音 福类福音书里面 或者是约翰福音 你看耶稣基督 他有没有守安息日 耶稣基督有没有守安息日 耶稣基督他是完全守安息日 耶稣基督只是他需要纠正 他那个年代的这些犹太人的领袖 他们错误去理解 怎么样才叫做守安息日 这个是他责备 他纠正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从四卷福音书 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遵守安息日 他一开始在他自己的家乡的会堂 来讲论有关于他应验的 以赛亚书61章一到第二节 就是在安息日 对不对 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 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第四章 你大概稍微翻去那边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四章 他就是在那个安息日 在拿撒勒的会堂 他读完以赛亚书61章一到第二节 以赛亚书之后 他说这经今天就应验在你们当中 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既然是活在律法制约之下 他一定要完完全全遵守上帝的律法 他才有资格代表我们 代替我们来去成全上帝的救赎 哪怕他有一秒钟他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 他都失去他做救主的资格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这是何等严肃的事情 你想一下我们能够多少时间可以完全不犯罪 从里面意念到我们言语到我们整个行动 能够称多久 能够常都是想圣洁的 想上帝的话 没有违背上帝的圣经原则 你想我们能称多久 你想一下 然后竟然在历史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个人 他没有一秒钟不是顺服上帝的 他是每一秒钟都是顺服上帝 完全顺服上帝律法的 只有耶稣基督 你想一下耶稣就多伟大 我们要感恩吗 如果没有他 我们必死无疑 我们在上帝律法面前 我们一定站立不住 一秒钟都站立不住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感恩 上帝开恩 联名我们可以去认识耶稣基督 有些时候我们在想 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 今生我们真的是 我们只能够活在罪的捆绑当中 自己也没有醒悟 每一秒钟我们都是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 你想过吗 如果你生气你的孩子 因为你的孩子很无知 他没有感到他得罪父亲 他一直在那边玩耍跟你讲话 他不会看你的脸色 他也不知道你生气 你不觉得这样的孩子很可怜吗 他不知道他正在活在他的父亲的愤怒之下 他没有醒觉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今天就是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 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 神的愤怒就临到那些不前不意 就是压制真理的人 现在你注意 上帝看我们永远都是透过耶稣基督 上帝看我们没有一秒钟 没有一个时间点 不是透过耶稣基督施加的成全的救赎 来看我们这个人 耶稣基督施加救赎 他一挪开之后 我们就是活在他的愤怒之下 很可怕 很可怕 我盼望我们要醒悟恩典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在死后满足的时候 他是生在律法之下 因为他就是要完完全全遵守上帝的律法 来拯救我们活在这个律法的权势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去遵循律法得救的人 他来拯救我们 包括守安息人 没有一次不遵守 所以你再看一下 比方说路加福音第四章第44节 那里提到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那里有没有提到安息人呢 没有 但是你要知道犹太人 他这个会堂里面的聚会是什么时候 他主要就是安息人 所以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然后路加福音第13章第10节 安息人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 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 不但耶稣他遵守安息人 你知道犹太人他有这个宗教的这个年历 每一年 比方说三个节期 哪三个节期呢 犹太人南丁都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 第一个是什么节 逾越节 第二个是什么节 你最好问你旁边的人 沟通好才说 来 什么节 三个节期 什么节 这三个就是逾越节 还有呢 五旬节 还有呢 还有诸鹏节 所以一定要去 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里面 特别是谈到耶稣基督跟节气的关系的时候 你看到很清楚 它就是出现在逾越节 出现在诸鹏节等等的经文 这个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里面 看得很清楚 好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呢 你看 你看就是 耶稣基督他是遵守上的律法 怎么看呢 看他抑制一个大麻风的病人 请看马可福音一章40到45节 好 现在你告诉我 你看完马可福音一章40到45节 也就是耶稣他一直好 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病患的时候 耶稣怎么吩咐他呢 耶稣怎么吩咐他 你看一下 他除了告诉他你要谨慎 不可告诉其他人之外 他还告诉他什么呢 把身体给祭祀查看 然后呢 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 对众人做证据 那是一章404节 一个患大麻风的病人 这个患大麻风的病人 他所处的地区在哪里啊 在加利利 如果要确认他 就是这个 真的是捷径 他要在哪里被确认啊 在耶路撒冷 不是在加利利 在耶路撒冷 要几天到最后能够完全确认啊 前后八天 这个你可以看立位记 第14章1到32节 自己好好看 所以他前后是整个完成的程序 是八天 如果这个人 甚至是听劝的话 到最后你也可以明白 他不可能到处来 跟别人讲说 耶稣洁净他 他哪里有事件 他被耶稣洁净之后 他要赶紧 就要到耶路撒冷 被祭司去确认他 是不是这个皮肤病 还是已经洁净了 他要祭司去查看 而且真的到最后被宣布得洁净之后 他还是要住在营外 他还不能跟大家一起住 前后整个程序是要八天才完成 但你看这个人没有听话 已经出来到处跑 就好像今天很多中了COVID的人一样 还是到处跑一样 去买东西 什么什么 这个是第二 你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他是在这个律法制约之下 他是完全守律法 第三个个案 我们看完这个就算了 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 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你自己看 那马太福音十七章 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就是有人就是这些官员 这些官员来问 来到加白农的时候 问耶稣 问彼得说 你们的老师 是不是要付这个圣殿税 他要不要付这个丁税 就是圣殿税 彼得就回答说 要 当然耶稣后来就跟彼得 谈到说 一个国家的时候 那个网络他征税的时候 他应该向谁征税呢 他是向其他人 不是向自己的儿子征税 所以耶稣就说 其实作为儿子就可以免税 就表示他是上帝的儿子来做人 他本来可以免 但是耶稣说 不要冒犯他们 他还是愿意顺服 付这个圣殿税 怎么拿到这个圣殿税呢 所以钓鱼很重要 你钓鱼有没有拿过这个钱币 所以去钓鱼 所以钓鱼的时候 他从彼得 他钓上来第一条鱼 从他的口里就拿到一色颗了 One shekel 一个shekel就是两个trap 够他们付两个人的税 我们总结一句话来说 耶稣他一生是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 完全遵守 他完全顺服摩西律法 或者律法制约的要求 正如他自己来的时候 他自己说 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 我来是要怎么样呢 我来是成全 马太福音五章第十七节 这样我们就看耶稣救他 就是一生传道 行神迹赶鬼 到最后他就死在十字架上 那他死的时候 现在我们稍微谈一下 你就看到 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五十一到五十四节 就发生了一个超自然 其中一个很关键 超自然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曼子 从上到下 是裂成两半 你发现它不是从下到上 它是从上到下 从上面开始裂下来 一直裂下来就是两半 所以这个超自然的事件 它给我们有什么很重要的教训呢 就是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 这个旧的秩序 整个旧约的秩序 我们可以说结束了 这个旧的秩序结束 然后新的秩序开始了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旧约 所以所有指向 祂的这些的预表 所以祂是应验 祂是实体 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因此呢 包括这个安息的 也是全部都是应验的 因为安息的就正如 我们知道 一方面虽然他说是 纪念上帝的创造和救赎 但是安息的一方面 也使到我们领受生命的安息 好像耶稣基督所说 你们烦劳骨丹中断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所以真正有这个生命的安息 当然祂所赐给我们 这个生命的安息 目前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 因为祂真正要带领我们的是 进到那个永恒的安息 那个末世的安息 终极成全的安息 上帝与人同在 人与上帝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永远敬拜祂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耶稣基督 祂成全了所有这些 有关于祂的这些预表 包括安息的所有 我可能要跳 可能我们谈一个 怎么从耶稣基督的义兵里面 谈到 为什么耶稣就常常在安息的医病 可能特别谈这个 或者说安息的时候赶鬼 为什么 我们 时间上的缘故 我们只提一个 我请你翻到 马可福音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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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几节开始谈起 耶稣在这个安息的会堂里面 他赶鬼 是第几节开始 所以这个赶鬼的事件是发生在安息日 在会堂里面 耶稣把鬼赶出去 就是表示这个人 从魔鬼的权势 得释放 他能够进入生命的安息 那下来也是发生在安息日 就是有一个抑制的个案 是谁得抑制呢 就是彼得的岳母 第几节开始呢 从二十九节开始 那彼得的岳母是发高烧 这个发烧 这个是发高烧 那这个发高烧 然后蒙耶稣基督抑制 你觉得这个是很普遍的事情 但是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 不是普遍的事情 因为他们会认为 发烧其用一个原因 就是违背上帝的约 然后引发上帝的审判 这是根据历位纪 二十六章 十四到十七节 历位纪二十六章 十四到十七节 所以第一世纪的犹太人 他们会认为 发烧本身 其用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人 他违背上帝的约 所招来的审判 或者是惩罚 欢去话说 当耶稣他抑制 这个发高烧 彼得的岳母的时候 不单纯粹只是说 他的病得去除 也就是表示 他这个罪得赦免 也就是表示 他不在上帝的咒诅之下 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 第八章十七节的时候 我请大家看马太福音 第八章十七节 马太福音 我们知道从第五章到第七章 是登上宝训 然后登上宝训以后 就是一系列 耶稣基督 他医病的记载 我们知道 在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之后 紧接下来 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 就记载十个很大的神迹 等等等等 然后来到第八章十七节这里 圣经怎么说呢 这要应验先知以撒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你找到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 你就知道 所以在马太福音也好 马可也好 路加也好 这些疫病 就是病得医治 不是纯粹 只是表示 他身体的疾病 能够被去除 所以他带有另外一个 属灵的含义 这个神学的那个意义 就是表示这个病 就好像是被罪所捆绑一样 病去除 鬼从一个人身上被赶出去 也就是他得释放 他的生命得释放 从罪与死亡的权势得释放 是透过疫病 表示 耶稣基督他是救主 表示 上帝的王权 在这个人的身上 所以耶稣就说 我如果靠着圣灵 来赶鬼的话 你们就知道 上帝的国 就在你们中间 或者是 河本的翻译是 临到你们当中 其实他可以把它翻译成 就在你们中间 in your midst 怎么看到呢 就是赶鬼 怎么看得见呢 就是行神迹奇事 所以我们上一回已经谈过 我们需要从这个救赎历史的框架 来看耶稣这个行神迹 因此你要知道 就是耶稣基督特别 很多的记载 他是在安息日来医病 恰恰表明 安息日是一个 使人生命得释放的一个预表 耶稣是要拯救人 安息的是拯救生命的日子 安息的是使人生命得 从捆绑得释放的日子 要使人进入一个 真正生命的安息的日子 纪念上帝的创造 纪念上帝的救赎的日子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 耶稣基督 他行神迹赶鬼 让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事情 所以当耶稣基督 从这个死里复活的时候 你就发现 我们就把这个遵守安息日 第七天 我们就改为七天的头一天 就是礼拜天 因为耶稣基督 他是七天的头一天 从死里复活 因此我们看圣经 我们很清楚知道 这个经文我们不需要看 你自己都可以找得到 耶稣基督他是七天的头一天 就是这个主日 向门徒来显现 包括以马五师的两个门徒 包括他其他十一个门徒 都是在七天的头一天 来向门徒来显现 然后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到了比方说 史如行传里面也一样 史如行传我们可以看第二十章 史如行传第二十章 我们看第六节 史如行传第二十章 第六节 我请大家念 史如行传第二十章 第六节 预备 一 二 三 为什么他需要住七天呢 你知道保罗其实他整个行程是很紧凑的 如果你看二十章十六节的时候 我念给你听二十章十六节 原来保罗决定越过一幅锁 免得在亚西亚单隔时间 因为他希望能在五旬节赶到耶路撒冷 保罗其实他的行程是非常的紧凑 他要赶紧在五旬节 甚至之前他要赶到耶路撒冷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他还要停留在特罗亚 他那边住了七天呢 原因是他已经定义 要在这个七天的头一天 那一天这个日子呢 就是要跟 当这个特罗亚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上帝的道 甚至分享到这个半夜 所以这个 谁啊 油腿鼓他打瞌睡 他楼上那边就掉下来 你看这个二十章的第七节 二十章第七节 对不起 二十章第七节 预备 一二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自从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之后呢 教会的聚会 他们守的 就是基督徒守的 已经不是第七天 而是改成是七天的头一天 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 第一到第四节 我们单单看第二节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保罗他在这里 谈论有关于圣徒这个捐献 然后保罗说 我从前怎么样吩咐 加勒太的众教会 你们也当怎么样行 是怎么样呢 第二节很清楚了 那里提到什么呢 每逢七日的地日 对 所以是每逢七日的地日 为什么是在那一天 来去聚集这个捐献呢 因为它已经是 新月教会聚集 敬拜的日子 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定下来 当然有人会反对 我们现在看看 看一下 快快看一下 有三处的经文 人提出 就是反对 我们需要守基督徒的安息日 第一处的经文是 哥罗西书第二章 十六到十七节 那这一节 这两节圣经 我特别请你来看 这个英文的圣经 ESV 因为有一个 很特别的字眼出现 然后我要稍微多做解释 不过你先翻开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我请你念 预备一二念 所以不去在饮食上或节气月说 包括安息日 这些都是什么呢 影子 既然 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祂是实体 那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守住一个日子 对不对呢 不对 原因是这个安息日 这个用语 你看英文圣经 那边怎么写呢 英文圣经怎么想 好 A sabath 是不是 A sabath 我问你 A sabath是singular还是plural 它的原文是plural 你特别要记不下来 这里这个安息日 它虽然英文是A sabath 但是它的希腊文是plural 是多数 这里的多数 它不是指 那个重复的 那个每个星期那个安息日 它不是weekly sabath 这里这个安息日 它特别是指什么呢 就是每周安息日之外的 那些节气里面要守的安息日 因为你知道整个以色列民 他们整个那个礼仪的热力 或者宗教热力里面 他们除了每个星期守的安息日之外 他们很多的这个节气 都会碰到安息日 比方说月节 比方说五旬节 比方说它一年里面 那个Yom Kippur 就是那个叫的赎罪日 这些都会碰到安息日 所以它在这里 它是指其他这个 每周守的安息日之外 这些的节气 这些在礼仪热力里面 所有这些的安息日 这个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那这个是很正确的解释 你在看另外一处的经文也一样 加拉太书第四章 9到第11节 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 9到第11节 那里就提到 就是保罗的担忧 因为那里提到 加拉太的教育 因为他们受了这个 律法主义的影响 以至他们觉得说 新耶稣还不够 还需要遵守 这是摩西的律法 所以这里提到什么呢 守日子 守月份 守节期 守年份 你提到这个日子 这个也不是指 每个星期的安息日 保罗没有这样子讲 我们要快快就下去 罗马书第十四章 五到第六节 罗马书第十四章 五到第六节 我请你们念 罗马书第十四章 第五到第六节 预备 一 二 念 那同样的 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它的这个上文下理 我们要知道 罗马教会 他们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 需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摩西律法中的 这个饮食的律法 还有礼仪的热力 我重复一遍 罗马书十四章 这里提的这些的话 它主要是 论及有关于 罗马教会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它牵涉到是 需要遵守 摩西律法中的 这个饮食律法 或者是 这个礼仪热力吗 需要吗 所以他提到 这个有人觉得需要 有人觉得不需要 因此这些 依然要遵守的 它是属于软弱的基督徒 不需要那些 就叫做 这个强壮的基督徒 谈到这个 吃与不吃等等 这个是饮食 还有这个礼仪热力里面 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 但是你注意 这三处的经文当中 保罗从没有提到 每一周的安息日 我再重复一遍 这三处的经文当中 保罗没有说 每周的安息日 weekly 保罗没有谈到 保罗谈的是 在这个礼仪热力当中的 其中其他的这些 节期牵涉到这个安息日 保罗在这里谈 已经透过耶稣就成全了 因为那些都是预表 当然包括这个 安息日的 这个每周的安息日 也是一个预表 不过你要明白 因为这个安息日 它带有一个 非常强烈的意义就是 指向什么呢 指向末世的安息 所以因为它是指向 末世的安息 它跟其他旧月里面 节期的安息 或者是节期的安息日 是不能本量习惯 因为既然 它是指向一个末世的安息 我们现在还没有 进入那个末世的安息 所以那个记号仍然在 今天我们守 不是第七天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救赎 我们守的是七天的头一天 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安息日 就是启示录第一章 时间里面提到的这个守主日 好 我们做一个结论 我们就进入怎么样去守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 我们要守这个基督徒的安息日 就是守主日 就是要去纪念主的创造 就是要纪念 就是主的救赎 纪念主的救赎 当然就是纪念 耶稣就从死里复活 拯救我们 不过还有第三 我们守基督徒的安息日 就是守主 第三 就是因为我们要仰望主的再来 我们指望我们将来 就是要进入这个永恒的安息 透过谁呢 透过耶稣基督 这位爱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崇拜会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纪念上帝的创造和救赎 一方面我们是指向未来 所以不单是回顾 回顾就是当然我们纪念上帝的创造 我们回顾上帝 接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赎 我们还有一个往前的 一个展望 就是我们仰望主的再来 我们指望主的这个再来 这个就是上一回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潘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讲解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 我们没有一个等候主基督再来 这样的一个性质 所以再次要提醒我们 如果是这样 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守基督徒的安息日 守主日呢 三个主要的原则 我们看完所有这些经文当中的时候 第一个 这个守主日的这个活动 就是敬拜上帝 因为从原初我们就知道 上帝他创造这个世界之后 要人学习他 就是第七天 就是他卸了一切的工作 是做什么呢 就是要分别为圣来敬拜他 今天我们要知道 星期天不是给我们去娱乐的 星期天不是给我们去玩耍的 我们今天有些时候会在这个比方说 去哪一个地方游玩的时候 可能就是在星期天我们搭飞机 因为那天可能飞机就特别便宜一个配套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三思 而且他是守整天的 不是只是 只是这个崇拜会的时间 守完之后 其他的时间都是你的 没有这回事 你看经文是很清楚 是一天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天 分别为圣出来 就是要敬拜上帝 参加崇拜会 就算我们有公干 在外地公干 我们一定要先预备好 我这个礼拜既然公干 我不在吉隆坡 我应当到哪里去参加崇拜会 如果我旅游 我要安排好 我也不能随便去个教会 也有一些人 基督徒是这样的 只要去教会就好了 最靠近我旅店的那个就去 这也是不对的 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设计我们的行程 我们先预备心说 我到这个地方 我先查看 或者是我做一个稍微的收集资料 哪一些是真正强调 传讲上帝道的教会 在网上尽可能搜索 我相信有一个超自然的因素 因为我们是真心要敬畏上帝 所以上帝一定开恩给我们 好叫我们这个虽然是 跟我们的家人的旅游还是什么 那么还是可以好好的守主日 在那边 但是如果我们心思不对的话 就是随便去 这就是上帝不喜悦 所以礼拜天是敬拜 敬拜就是会众敬拜 家庭敬拜和个人敬拜 都是 你跟家人吃饭的时候 跟你的孩子沟通一下 今天牧师在讲台讲什么 你知道整个归正传统里面 非常看重孩子 他指在礼拜天的时候 在崇拜会 要写笔记 要抄笔记 把传道人在礼拜天的信息 重点地把它记录下来 能听多少就记录多少 有一回我在台北 归正福音教会讲到 那个时候我的小弟 就是王俊豪牧师 一家还是在台北 归正福音教会聚会 他就是跟他的孩子 还很小 那个时候 可能八九岁 还是怎么样的 八九岁 我不记得 但是还是很小 就要他拿一个本子 他坐在前面地牌 然后听我讲的时候 他要记录下来 我讲什么 他要记录下来 因为晚上的时候 我的弟弟就会跟他 有一个沟通 家庭崇拜 就问他说 今天我讲了什么 你记录些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做法 也有一回我参加 新加坡的一个 叫什么约 我不记得 是一个英文教会 坐在我前面那一排 有个母亲 旁边有个孩子 看上去也是七八岁 牧师在讲台讲到 他已经开始在做笔记 七八岁 你相信吗 你说不可能 我告诉你可能 就是可能 我弟弟的儿子 就是我的子儿可能 你看这个 Covident Church 真的是可能的 孩子要很常 要鼓励他 最近我不知道听谁说 有一个我们教的孩子 他的爸爸晚上的时候 要他拿 拿就是讲到的笔记 然后就追着一个 追着一个姐妹 对不对 然后他追着那个姐妹 你给我看你 你这个 就是牧师讲到的时候 你写了什么 他要看 因为他要交账 当然是很勉强的 他 但是anyway 这是好的 所以敬拜上帝 就是会众的崇拜 家庭的崇拜 还有个人的崇拜 分别为圣 第二呢 还有第三呢 就是怜悯人的工作 跟必须做的工作 就好像耶稣就说 你在这个安息日 有一头牛 一条羊 它掉进那个水井里面 难道你不把他拉起来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表示是怜悯 或者是生病了 我们不给他抑制吗 抑制病人在安息日是好的 是行善的 所以耶稣基督挑战 那些犹太人宗教领袖 在安息日行恶行善 哪一个可以 那些人一句话都不讲 所以除了就是这个敬拜之外 就是第二是怜悯人的工作 第三是必须做的工作 比方说 如果你从你的家到教会这里 你看到有发生严重的车祸 你可以停下来 你看看是不是可以去服侍 那个有需要的人 比方说可以 如果没有叫这个ambulance 可以快快叫ambulance 当然好像严重车祸的时候 我们也不敢随便动那些的 这个怎么 伤者 我是以前是recursion的 我们读那个first aid的时候 因为随便乱动的时候 如果他比方说 他特别是这个脊椎骨 很严重受到损害 给我们随便一爆的话 那就完蛋了 就是好事做坏事 好心做坏事 所以也要很小心 当然无论如何 如果真的是需要去协助的话 我们应该停下来 可能我们就不能参加崇拜会了 所以怜悯人的工作 也是必须做的工作 什么叫必须做的工作呢 我必须在礼拜天赶 我平常还没有赶完的工作 那个必须做的工作 明天考试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地去温习功课 不然明天不能上考场 那是必须做的工作 这个必须做的工作 它是由两个原则来去处理的 这个必须做的工作一定是 维持生命的工作 Sustain human life 它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 Sustain society order 所以维持生命 维持社会秩序 这个叫做必须做的工作 对我来讲很常 这个必须做的工作 也是跟怜悯人的工作扯在一起的 比方说警察 警察的工作 警察他 全部警察都信耶稣好不好呢 礼拜天都来崇拜会好不好呢 谁最高兴呢 坏人最高兴 所以警察他是维持社会秩序 他也是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刻 他是要维持人的生命 因为人的生命受到侵害 他是做坏人的 所以他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 他这个是必须做的工作 也是怜悯人的工作 医生 护士 这些都是必须做的工作 怜悯人的工作 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近代宣教之父 就是William Carey 他的印度宣教 他一直就是跟英国那边去争取 要废除印度的一个恶习 一个非常恶劣的习俗 叫做Sutte Sutte 这个Sutte的习俗就是 我们都知道 当一个家庭里面先生去世 他的太太就要同样被火葬 那是很可怜的事情 所以William Carey看得太多 一直一直争取一直争取 等到他终于从英国政府的手中 拿到那个批文的时候 那一天是主日 我看到那个传记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今天不可以去参加崇拜会 因为如果我参加崇拜会的话 就会有多少的印度的妇女的生命 就这样失去了 所以他赶紧在第一个时间 他就走到这不同地方 就是颁布了英国政府的这个命令说 要停止Sutte这个习俗 那一天是这个守主日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了解 这个怜悯的工作跟必须做的工作 必须做的工作是要扯在一起的 我们要了解就是在守主日的时候 我们不要问一个问题 这样问是问错的 我在守主日的时候 我能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除了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三个主要的原则 或者是活动之外 我们不是这样子问 我们应该问什么呢 这个活动的本身 能不能够促使我更专心试炼主呢 如果你反过来问的话 也就是这个活动的本身 会不会拦住我更专心来试炼主呢 你正面问的时候 就是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会不会促使我更专心来试炼主呢 纪念主呢 敬拜主呢 你反面来问的时候 这个活动的本身 会不会拦住我更专心来试炼主呢 所以不要因为 因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就跑向一个律法主义 今天不可以去shopping 不可以去coast storage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用一种 规条条条框框来就框住我们 因为安息热是为人预备的 人不是为安息的预备的 所以一切这个天的日子是敬拜上帝 做必须做的工作也是怜悯人的工作 但是这一天是特别分别为圣 要叫我们更是专心来去试炼主 我们要在今天好好地去敬拜主 我们站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开生来祷告 求主是给我们有顺服 主教训 主圣经话语的心 在主的面前 常常可以靠着主的恩典 好好来守主日 来去荣耀上帝 来去造就人 我们一起开生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 把这些重要的话赐给我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结束 人的话停止 祈求上帝继续帮助我们 把你的话牢记在心 继续借着真理圣灵的帮助 以至主啊 我们愿意常常顺服你的真理 顺服你圣灵的教训 来守主日 因为我们很期盼在这一天 我们可以专心来思念你 这一天我们知道 要分别为圣 在主的面前来去敬拜你 更是要学习来去敬畏你 主啊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常常抵挡你 没有顺从你 没有按照主的心意来守主日 求主耶稣基督你赦免 求主耶稣基督你洁净 求主耶稣基督你继续赐给我们 圣经的智慧 来去守住这个神圣的日子 要纪念你的创造 纪念你的救赎 更是展望主基督耶稣你的再来 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基督耶稣得圣的名 阿们 我请警风 请你带领我们 做一个总结的祷告 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听了实在宝贵的话语 主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 能够建立我们的信仰 能够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主日的时候 主我们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心态呢 是出于什么圣经原则 主啊 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 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没有上帝的话语的 或者是放纵的信徒 主我们知道这两者都是不对的 求你帮助我们 从圣经当中 我们看见了这些的总原则 让我们可以晓得怎么样去 过我们的安息日 过我们的主日 让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戚朋友 主啊 都因着我们这样子的敬拜 这样子的思念你的话语 这样子的谈论你的话语 这样子的来去团契等等 在这个善事上 在这个怜悯人的事上 来去尽上我们当今的本分 让人看见上帝 我们是与世界的人不同的 因为主我们已经被你所分别为圣 在这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当中 主 你要我们让人看见 我们是属你的 我们不是属地上的 主啊 即使如此 求你常常加添给我们恩典 常常赐给我们在你里面有顺服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 常常偏向我们舒服的方式 我们想要的方式 但不一定是符合上帝你的心意 愿上帝你怜悯我们 常常加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在守主的这个世上 我们更加的越发的学习 我们也越发的成圣 越发的顺服你 也越发的爱你 因为你爱我们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请坐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好好的守主日 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行动 来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是上帝的约明 我们是基督耶稣所拯救的信徒 基督耶稣所拯救的这个约明 我们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是用信心来 就是展望将来 要进到这个永恒的 新天新地的这样一个行动 感谢上帝